萧炎中 穿梭在虚空虫洞当中 而此时 他们已经能够在虫洞当中 感觉到了身后传来的压迫感 金吾野和金泰威 已经急速迫近 距离他们已经不到半日的时间了 不过萧炎距离这最后的一个神隐之地 也是只剩一盏茶的功夫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进入这神阀之地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 这神阀之地 究竟有没有离开此地的通道 一片虚无内 萧炎一众身影 便是从虫洞之中走出 而在他们不远处 便是最后一个神隐之地 这神隐之地的入口颇为不同 一如星空之中的一面镜子 但却和周遭的星空 却是格格不入 走吧 萧炎没有犹豫 立刻说道 观察着灵球展现的星空图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两道流光 急速迫近 一旦被追上 就算这神隐之地中 有离开的通道 也是无用 众人纷纷点头 紧跟萧炎的身形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沉重的声音忽然响起 与此同时 一股压力从四周碾压而来 顿时间 令所有人一大口鲜血喷出 萧炎本尊也是不例外 这是 天极风神阵 萧炎露出惊诧之色 猛地转头看向了灵球 当即便是吓得灵球脑袋一缩 大眼里满满的无辜 原神老大 这可不是我干的 我只能操控这天极风神阵 私城罢了 此刻明显是有人想控制此阵 想要杀罚我们 灵球急忙解释道 话音落下 周遭更是袭来了 强大的禁止之力 原神分身 当即便是一拳轰出 强大的力量 席卷在周遭的虚空 不过 禁止之力 并非是力量可以破除的 诸位 随我一同 入这神法之地 萧炎怒喝一声 在这强大禁止力量的作用下 众人如同入了浓江里的鱼 寸步难行 勾炎 给我控制此阵 让大家都进入这神法之力 萧炎以原神分身 对着灵球呵斥道 灵球当即就被吓得一愣 不敢有丝毫怠慢 灵球顿事件 身形便是化作了本体 百丈身形 巨大的眼睛 爆发出了刺眼的蓝光 冲向虚空 顿事件 竟是生生将这禁止之力给压下 一众身影 也是顿事奋力掠出 朝着神隐之地掠去 即便如此 众人速度依旧不快 不过所幸 尽数已经进入了这神隐之地当中 见到众人都进入后 萧炎则是停下 而那拿着酒葫芦的老者 却始终没有动作 似乎没有打算跟着萧炎他们 进入这神隐之地的意思 小友还在等什么 老朽在此 护你最后一段路 若这传闻是假 你莫怪老朽变好 老朽笑着说道 萧炎对着老者 便是重重一抱拳 宛辈无以为报 若前辈有何事托付 宛辈绝不推辞 萧炎看着老者 实则到现在 萧炎已经不在乎 这老者所言是真是假 这神隐之地中 是否有通道也并不重要了 老者一路上并无恻隐之心 老者留下 且抱了必死之心 萧炎不必多虑 元起元灭 亦是如此而已 老者看着萧炎 缓缓地说道 前辈 一个酒葫芦 这当真值得吗 萧炎不解 老者看向萧炎 举起手中的酒葫芦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是手掌一抛 竟是将手中的酒葫芦 扔给了萧炎 萧炎在差一间 接过了酒葫芦 很是不解 前辈这是何意 此物 不是常办前辈之物吗 何况我也不喝酒 此物 萧炎苦笑道 岂能夺人之爱呢 萧炎握着葫芦 忽然间 那界光芒一闪 在其面前 竟是又出现了一个葫芦 萧炎一惊 这个葫芦 正是当时从乌图那里夺了 不对 应该是偷来的宝葫芦嘛 而后便是见到 宝葫芦和老者 赠给萧炎的葫芦 竟是合二为一 顿时间 萧炎更是满脸差异 看来他真的和你有缘 你所得乃是我这葫芦一个分身 这当真是缘分使然啊 葫芦用途 且不用我多说 如何使用 你便自行领悟吧 老者笑着说道 萧炎再度郑重地抱拳一败 前辈 萧炎刚准备道谢 不料 此刻强大围压席卷而来 顿时间 萧炎和老者猛地一抬头 便看见虚空当中 出现了一个黑洞 而后便是从那黑洞之内 走出了两道身影 得 求你废话多 这人都追上来了 老者瞥了一眼萧炎 此刻 出现在他们正前方的两道身影 便正是追来的金吴野 和金泰威父子二人 萧炎苦笑一声 不过身形依旧笔直 未曾有半点畏惧之色 我最多给你挡住一炷香 还不快走 老者一拂袖 便是转身朝着金吴野 金泰威二人看去 顿时间 神圣也是散发出了强大的威压 长蒙老祖 也来无恙 远远的 金泰威眼声微眯 缓缓开口 萧炎文言猛然一阵 便是转头看向了 这看起来疲里脾气的老者 顾名思义 这老者 恐怕不仅仅是此地的强者 更是代表着苍茫 准确一些 这是最后的苍茫 小友 你还不走 这是在等死吗 老者再度开口 萧炎顿时干咳了两声 立刻反应了过来 前辈 您 是苍茫老祖 我说 小友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难道你不知道 废话多 容易死得惨吗 老者顿时白了一眼 萧炎 前辈 晚辈直说吧 在离开之前 我想和他战胜一战 我想要看看 我和他之间 究竟差距多大 萧炎说道 话音落下后 目光朝着二人看去 只不过 那目光最终停留在了 副手而立的金太威身上 小友 有一句话 我不知当不当讲 你多少有点 不识台诀 老者顿时额间布满黑线 他也是从未见过如此无礼的要求 不过此时的萧炎 已经一步踏出 将赋予本尊身后不知多久的八荒玄中尺取下 萧炎手臂一阵 捆绑的绷带直接震散 露出了八荒玄中尺真正的模样 见到八荒玄中尺 金武也一惊 不过金太威 则是依旧神色如常 爹 本来胡蒙兴一战 还真没杀了他 金武也缓缓开口 眼神微眯 受完直接向前一步 之前一战 金武也很是不服 做事便是要和萧炎再战一场 满开 手下败将 萧炎平淡地开口 听到萧炎开口 金武也顿时面色一沉 身形一动 做事便要朝着萧炎攻了 他觉得 若是没有禁止 之前一战 谁胜谁负还未必呢 见到金武也略来的身形 萧炎本尊和元神分身便是合二为一 只见那八荒玄中尺也是握在了手中 曾经八荒玄中尺的重量对于萧炎来说还有些勉强 但此刻 元神和本尊融合后握在手中的八荒玄中尺便是刚刚好再衬手不过了 包好剑 好久没剑血了 也该出来透透气了 小言难难道 只见八荒玄中尺上火焰生腾 本尊虽然肉体力量不强 但是有着白燕和不灭之火的加持下 融合元神分身后 战力自然是再度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亲吴也手中七绝鸣灵剑也是在现 只些贯穿虚空 朝着萧炎一剑刺来 身后再度出现了七尊百丈虚影 此乃七绝 无重振天池 萧炎也是怒喝一声 虽然此斗技已经跟不上如今战斗的层次 但斗技本身只占其一 在真正的战斗当中 自身的实力才是其主导作用 斗技只是增幅 如今有元神分身 的确需要更强的持法斗技才行 如此才能最大化地运用元神分身的力量 但眼下自然是没有时间了 不过对付金吴也 萧炎倒是觉得 用着五重振天池都有些浪费了 萧炎身形闪烁 整个身形便是化作一道无可阻挡的长虹 面对金吴也的七尊百丈虚影 萧炎身形便是生生撞了上去 破军 臭死 金吴也怒吓一声 只不过下一瞬便是轰然一声 他的七尊虚影猛然一阵 萧炎身形略微停顿 已经和七尊虚影对抗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手中八荒玄重尺方向变化 直接向上一条 断空 八荒玄重尺随着萧炎的身形 向上重重一条 便是看见一道冲天的火壁 竟是生生将其中一尊虚影 分割两半 金吴也一咬牙 如今有金太威在 他自然可以无所保留 这一战 他必定要挽回盈面 金吴也喷出一口惊血 顿时间 剩余的六道百丈虚影 便是气息一震 变得更加强悍 凶悍无匹的气息 化作了凌厉剑气 朝着萧炎笼罩而来 生龙 崩山 震天 萧炎身形灵动 但每一招都刚进有力 轰然间 便是生生将金吴也所剩六尊虚影 彻底击溃 虽然击溃 但萧炎有些暗精 比起之前 的确要墙上不少 金吴也眼神阴沉 收回西决鸣零剑 手印迅速变换 便是看见 在其面前 出现九十九重金印 顿时间 他的头发化作了金色 整个人的气势都是变换 亲尊神体 星神铠甲 秦武也连续喝倒 他疯狂地提升 自己的肉身力量 秦武也就不信 自己秘术加持 再加上星神铠甲的增幅 生生将自己肉身之力 提升到了最强状态 做事便是要和萧炎 来一场肉身之力的比较 萧炎冷冷一笑 而后 将八荒玄重使 赋于身后 修长的身形 看着远处的金吴也 在等什么呀 把你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不然 小心一会儿被打得屎尿其流 萧炎讥讽道 言语攻击在战斗中 有时候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激怒对手 从而无脑的进攻 就会出现诸多破绽 是一个修炼了数万年的强者 即使他已经触及不朽境 但无论本身什么境界 一旦对手展现碾压姿态的时候 所谓的什么战斗经验 以及冷静 皆是无用 绝对的力量面前 且当生命遭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是往往丧失理智之时 金吴也在之前一战 心中就已经有些许阴影 但他依旧不服 因为他还是无法感知到萧炎的实力 而且 他虽然刚刚触及不朽 却能够施展一些不朽之力 尽管如此 萧炎依旧能够轻松化解 这令他很是愤怒 但你浪费时间有些多了 正好 试试我这双臂 萧炎冷冷说道 双臂之上力量开始流转 之前只有左臂 但现在从罗天那里得来了右臂 萧炎能够明显感觉到 双臂一同施展 效果更加 金吴也当即便是怒吼一声 化作了一抹流光 身上的星神铠甲 闪烁着流光溢彩 其99道金印 令他肉身得到了最强的增幅 虽然我不是完全的体秀 但肉体力量我也从未懈怠过 我便不信 对抗不过一个连不朽门槛都未触及到之人 金吴也身形已经略出 出现在了萧炎面前 其拳头化作咒语 朝着萧炎倾泻而去 整个虚无都是在这拳头之下 不断崩碎 不过萧炎则是身形一沉 双拳一同挥出 轰神壁 萧炎双拳不仅是轰神壁 最主要还是元神分身 拥有强大的力量 尊上传承虽然强大 但是萧炎本尊实力还是远远不够支撑 不过如今从罗天夺来了多个传承后 抛开元神分身 萧炎本尊的战斗力 也是提升了不止一个水准 至少从肉体来看 未必不可和五星六星斗神一战 但这仅仅只是肉身力量的强大 万足林立 唯有着苍茫世界的元神 做到了抛弃元气 不过对于萧炎来说 不可能依靠元神分身成为强者 元神分身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元神分身能够做到肉身最强 那么萧炎便还要找到一具 修炼元气最强的分身 当然 本尊的修炼也不会落下 比起分身 本尊的修炼自然需要更加全面一些 萧炎无法理解不朽 更是无法理解 邪尊和尊上所达到的境界 二手碰撞 轰然间 金武也的身形 毫无悬念地直接倒射而出 其装臂直接爆开 身上的星神铠甲 也是尽数崩溃 金武也满脸骇然 但他的战意 依旧没有退却 双臂迅速生长 眨眼便是恢复如初 我不敢 再来 而此时 萧炼猛地抬头看向了金武也 顿时见 一股肃杀之意 弥漫而出 远端助理的金太威 也是终于开口了 好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推下吧 金太威叫停了 还愈和萧炼一战的金武也 换声开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